Hello 大家好 我朋友說 十四階甲丁尼順的 文園私房菜 那裡有個 兩菜一湯 白飯 28.88元 我們今天有個去試試 28.88元 叫送吃飯 所以今天一定要去試試 它的湯很足料 這是紅蘿蔔 煮竹籽的湯很甜 整條蒼魚 煎完之後再淋汁 這碟 就是燜了的排骨 下面鋪了小糖菜 叫送吃飯 28.88元 送兩碗白飯 如果去茶餐廳叫兩個 套餐 都是差不多價錢 那我寧願叫送吃飯 這裡的午餐 炒粉麵飯 8.85元 雙拼飯 都是9.85元 那去年 過年的時候 我有介紹它這裡的盆菜 它的盆菜是88元 今年是98元 現在的物價什麼都加了 它加10元都可以的 接受到的 我們也看過 它的材料 是不是跟去年差不多 也是一樣 有鮑魚 干魚柱 花膠 海參 雞 還有燒肉 份量都是足夠的 雖然說4個人份量 其實都可以足夠5-6個人吃 我聽他說 這個盆菜全年都有的 過年過節 有派對 訂一個盆菜 不用自己煮 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十一小時 去古巴旅行的時候 拍了一些片 現在有播給大家看 出海捉龍蝦 是去古巴必玩的項目 我們在酒店 坐巴士過去 都大概5-6分鐘 就到了這個碼頭 我們的領隊 已經預訂好船 我們來到就上船 就準備出海 看看如何潛水捉龍蝦 即足即食 古巴龍蝦和澳洲龍蝦都差不多 他是澳洲龍蝦的遠房親戚 味道都差不多 但價錢比澳洲龍蝦便宜很多 船裡已經有兩個捉龍蝦高手 潛了下水 開始捉龍蝦了 潛了下水 他最初找時間 要找龍蝦鬥 他一找龍蝦鬥後 就很快捉了很多龍蝦上來了 來 美拉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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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了一些龙虾上来之后,大家拍完照之后就熄汤 有些我们就撒尸米,有些就蒸的 芥末是自己带的,它船上是没有这些提供的 这个船长很好人,因为那天又钓了鱼,我们有团友自己煮也可以 谢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谢谢